从观众发给本台的事发现场照片看 建筑工地冒出了滚滚浓烟 起火时间在昨晚9点半左右 着火的是三个长约6米的大型金属集装箱 陆路交通管理局说 大火发生在工地范围之内 半个小时后大火被扑灭 没有人在这起火患中受伤 当局也表示 火患不会影响滨海市区县第二阶段的工程